关心学子的售教环境 后里国中长期以来缺乏一个室内活动中心 主要以下大雨 不管是上体育课还是大型户外活动 都得被迫取消 或是移到风雨操场 为了提供市生一个完善的室内空间 地方从两年前开始就积极争取经费 加上学校募款 一共是筹得6000多万元 但由于这经费还不够 因此这一天也特别邀请了 中央跟市府到场来会刊 希望可以让活动中心顺利行建 受到与世影响 同学们移到风雨操场里准备上体育课 由于后里国中长期以来缺乏一个室内活动中心 往往一下雨 不管是户外课程还是大型活动 就得被迫取消 或是移到风雨操场上课 让时生事相当困扰 迁校至今14年多了 一直都没有室内的大型的活动场地 都常常受天后的影响 加上我们的特色团队 柔道角力一直是 在培育我们国手的一个很集成的基地 需要说建置一个无安全 无危险性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训练可以更放心 那也可以为我们国家栽培体育人才 然后为国争光 所以是有这个急迫性的 为提供师生一个完善的室内空间 立委洪慈雍从两年前开始就积极向中央 与地方争取经费 加上学校自行募来的四百多万元 一共筹得六千多万元 但由于经费还有不足 因此这一天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到厂会刊 针对活动中心规划与经费部 助作详细讨论 校长跟会长以及我们都到民间去做企业募款 那也募得了四百五十八万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一个缺額 所以今天呢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国教署 我们彭署长以及我们刘副局长 教育局的部分来到厚礼国中 再来详细的了解 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进一步的来协助学校 把这个工程尽快的来动工 那也尽速的来完工 请学校用两周的时间再检讨依需求所盘整出来的空间 那按照这个空间我们有署里面的单价 最后会有一个总价 那这个总价来去减现在学校所整体包含原核定的经费 跟所募得的钱不足的部分 由署里面跟局里面一起来协助 会后国教署也同意 由校方与建筑单位在两周内重新调整工程计划 后续经费部分将由国教署与市府教育局共同协助 期盼能尽早定案 让活动中心能够顺利兴建 提供给师生完善的室内教学空间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